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所以我現在就請大家提問 有沒有人有問題要請教侯教授 那如果侯教授不能回答 其實我們剛才侯教授已經點出來了 我們在場還有張元翰教授 是丁先生的博士學生 就是高徒 那他也可以從很熟悉丁先生 這個處事風格的人的角度 來也可以提供一些意見 那我叫陳靖豪 我以前也是學物理的 現在還是 差不多吧 那我想要問的問題就是 這個Japcide是丁兆宗跟Richter兩個人發現的 那丁兆宗是用紙紙去撞皮原子 那Richter是用正負電子對撞 那剛剛丁兆宗的那個實驗 他也說了 就是說你用正負電子對撞的話 那個要發現的機率非常低 那我在想的就是如果當初Brookhaven沒有接受丁兆宗那個實驗的話 這個Japcide會不會就更難找到 有可能slag會不會有可能slag這樣掃的過程就這麼miss掉 變成根本找不到這個Japcide 我先這樣回答吧 我剛才略去一點 大概在11月初 丁兆宗曾經打電話告訴意大利的一個實驗室 所以他找到了這個東西 那他們大概是 還是他發表的那一天 那意大利的實驗室也是一個正負電子對撞擊 三四天就做出來了 然後是他們發表就是內心的論文的第三篇 第二篇是那個slag的那一篇 那我前面也已經講了 就是說如果要正負電子掃描的話 因為正負電子對撞是很精密調控的 那這個例子的寬度那麼窄 你要正好調到它是很困難的 那大家都會可能掃一個掃一個掃一個 很可能就會錯過了 如你剛剛所講的 我想遲早會發現 可是你看到丁先生的 我想是他吉人天象吧 他的堅持得到了回報 因為那個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那個 那個Letterman 是我們物理系熊一教授的老師 Letterman 其實在丁造宗之前 就做過直指打靶的實驗 那他是看到過一個現象 有一點緩緩的凸起 可是這樣過去了 那怎麼回事呢 我沒有詳細考察了 大致來講就是 他本來可能也許實驗提出雙倍實驗 兩個偵測器的 可能因著經費 因著審查 因著他不夠堅持 反正他後來就只做了單倍 那所以是看到了效應的徵兆 可是解像力 遠遠遠遠遠不足 所以這是倒過來 那個方向對了 可是沒有人給你 或者沒有人會告訴你說 這麼重還會這麼窄 你記得我講理論家的 實驗家就去問一下理論家 理論家說不可能啊 因為你看嘛 所有的強子 正規的強子 都100mV以上的寬度 那你的偵測器 只要這樣那樣的解像力就夠了 所以實驗家照著去做的話 就算看到一些凸起 所以我想講了兩個不同的例子 那我想你話中有話 我就不回答這個話 很可能會推遲幾年 推遲多久不知道 我想肯定也不會推遲很久了 1974年的暑假是很熱鬧的 其實在Slag那個Richter的實驗 他們在比較高的能量 已經看到這個整個事件率上升了 跟從2譬如到4個GV 事件率是不一樣的 那有趣的是 我在書裡面好像有code吧 有趣的是理論家給的答案是 0到無窮大家都可以 你就知道理論家知道什麼了 我就先這樣回答到這 因為在你的演講中你提到 在60年代的時候 其實物理學家 實驗或理論 實驗也許不敢講 理論學家是有一點 這個 depressed 因為沒有好的工具可用 因為沒有好的工具可用 然後整個有很多的這個 data 可是沒有一個比較完備的一個 picture 可以用來把這些現象都包容起來 可是這個情況在70年代 70年代初 197071 一連串的一直到這個11月革命出現之後 整個的picture就是標準模型 在這個中間 中間的交易 就這樣做 這個十一月革命 真的是 現在回想 真的是 不可思議 甚至有一點奇蹟般的 這種態勢 你覺得怎麼樣 我用兩個不同 好幾個觀點來回答 從你一開始講的 那時候大家理論家可能很 Depressed 很Blue 很憂鬱 那個見仁見智 我如果引用一下 那個George Zweig 那個 垮克模型的ACE版本 的發明者 他那時候還是 等研究生到博士後之間 他也被這樣子問過了 他說你那時候是不是覺得 怎麼怎麼像你一切還是這樣 他說不不不 那時候是exciting OK 就是說這種類似群魔亂舞的話 就是 好像大家都有出頭天的感覺 倒是跟你現在講的 最後講的是倒過來 我們現在其實是另一種躁鬱 好像標準模型 掌權四十多年了 好像不斷地得到驗證 沒有出頭天的機會了 所以 Flyck說的 他1963 62到64 他在做理論舞裡 從實驗出來 Flyck Flyck還有值得提的 不過我想就不岔開了 所以Flyck 反而是覺得是exciting Flyck Flyck有一點值得提的 他是 引用Findman的話 Findman告訴他說 不是所有實驗都是對的 然後他 Flyck看到Findman身上 他有堅持的時候 然後他能夠看 好像Flyck能夠分辨出 哪些可能是錯的實驗 那這個可能就 不是我們一番凡夫阻止 真正做得到的 那我剛才分析的話 60年代其實 有很多很多的發展 那有些保留下來 那些發展 有的時候毒領風騷 不見得全對 可是常常也有對的成分在 你想想看 包括那個 旋論等等 60年代都已經有徵兆了 就是當然 旋論也曾經從QCD衍生出來 可是60年代就有 實驗的徵兆跟理論的討論 所以 我想不是只有1970到1975 不過我所分析的話 大概從1968到1973 我稱為革命的前夕那一段 的確是很 所以還是回到這個 Zweig的話 那段時間更興奮了 不過奇怪的是 Zweig就退出粒子物理了 對 不是 我的 我提到說 許多理論學家 在70年代之前 覺得瘋狂 其實這個可以回溯到 50年代 Fremann Dyson 就已经提出这样的讲法 就是你在演讲里头提到的 因为非常成功的量子电动力学QED 它是一种围绕的approach 而这个围绕的approach在处理很多的现象 尤其是强交互作用是不适用的 这个是很早就为人所理解 所以在60年代 大家对于量子厂论是不看好的 所以才进入这个asymetrics approach 或者说是弦论的前身的这些 但是大家也没有能够 有什么样子的乐观的立足点 说这个将来有可能成功 所以是你用群魔乱舞这样来讲 在实验在现象方面 那真的是很excited 就是你有一大堆的东西 可是Dyson是悲观的 因为他想象不出说 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理论 能够把这些现象都兜起来 可是没想到他这个 显然他是错了 结果在隔20年 这个强交互作用就被破解了 我想这里头有个关键人物 从理论的角度来讲 如果允许我把它跟低线对比 我觉得是Viltman Viltman一直坚持 他也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做 他就锁定这个弱交互作用的研究 而且他从弱交互作用的现象 看出说这里头应该有一个 Young Mills规范厂的结构在里头 可是重点是他要寻找一个 能够具体做计算的 所谓叫做可重整化理论 他不断地坚持锁定这个作为目标 而终于在1970年 跟他的学生把这个门打开了 才让这个Non-Abelian 就是Young Mills这个理论的 这个架构的意义 广为被认可 然后才有QCD 就是强交互作用的突破 然后就一路下来 就等于说是这个 真的是门打开了 然后配合上 这个丁兆宗的实验 让夸克模型 让标准模型得以确立 我觉得Viltman跟丁兆宗都有 你讲的这种特质 就是他们就锁定一个问题 然后就一定要做到底 而Viltman你可能也知道 他其实在理论学家里头 也曾经被认为是一个 是一个走错路了 就是被哈佛那些聪明的理论学家 认为说 如果教会之后 你做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的这种 曾经有过那样子的处境 可是终究它是走出来了 所以 这个讲起历史 其实是 What if 如果不是这样会怎么样 可是我认为Viltman 是能够结合实验跟理论 然后能够坚持 然后 的确是可能需要一点运气 就碰到他这个天才学生 然后师徒这一队就把门打开来 所以丁先生有坚持 可是如果这个世界不是那样子 他这个坚持当然也就 他也没办法找 所以的确运气是要留给有准备的人 那丁道东当然是很有准备 这个大概是毋庸置疑的 这个当然没话讲 我想 老狗刚刚有一句话没念的 就是 因为德诺贝尔奖 德诺贝尔奖是括号里的 科学家的素质 其中之一就是 基本上就是要 工作努力 坚持等等 你刚刚也讲的 就是说这个 他是预备好了 也许花了比较多钱 到现在还在花很多钱 那 我刚刚也讲 就是说这个Jap Sine 如果不是那么窄 像是老天为他预备的 对不对 他继续被人嘲笑 花了这么多钱 却什么也没找到 什么重点也没发现 好了 我想我没有额外要加的 这个是 你刚刚举了一位理论家的情况 我想理论家很多种 好吧 我想你刚刚讲的那些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 进一步的comment 好 我是清华物理系的学生 我想请问一下 像前面有讲到 那个葛曼吧 他认为说 垮克模型只是一个 数学理论而已 那通常这种问题 对于理论学家 是不太喜欢去问的 因为理论学家通常认为说 简单就是美 不太管那个是理论 或实在 但是对实验物理学家 这就比较重要 所以想问一下 对实验物理学家来讲的话 一个东西它是数学模型 跟它是真实的 实际真正的理论 一个正确的理论 实在理论 跨过的门槛是什么 我想在 那这些垮克确实是遇到难题 1964年的时候 这个狗曼已经40多岁了 那已经功成名就 毋庸置疑 可是那他那篇 写出这个垮克模型架路 垮克模型对他来讲 其实并不是难事 如果我用稍微术语一点的话 我们刚刚打出了三个群论 SU3跟SU2 那它那个时候已经发展了 这个UDS 不是UDS 就是说 一个SU3的群论 可是SU3的群论 你看有没有一个3的 那3的平方简易是8 我们刚刚不是看到8吗 是吧 那个像六边形的那个8出现吗 所以那些8的排表 它已经发展了一个 不是后来的QCD SU3的群论理论 那 所以看到这个8的时候 它得到了很多8 包括得到后来那个 3乘3乘3的那个10 所以 从纯粹数学的角度 有趣的是这样 1960年左右你去问的话 绝大多数的理论文学家 不懂群论 课堂没教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 能够发展这样的系统学 那得到很多的8以后 他说背后是一个SU3的群论 那8是3平方简易 那SU3里面有个3 那所以 3的平方简易表 这些8是可以由3组合 它是更简单的组合 所以你讲的简单就是 每多少成立 他就说 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个8的表象 太复杂了 他没有去课 那个费米跟杨振宁 可是这是蛮直观的 就是说 这么复杂的东西规类起来 表示这个3 跟那个3bar 应该很重要 所以他又把它写出来了 你看我都可以这样拼起来 可是呢 他的问题 我刚才嘴巴上也打出来了 他实际上算 这三颗垮克的电荷 分别是三分之二或负三分之一 可是学物理的人都知道 你大一普务实验 一定会做的之一 就是Millican的油滴实验 所以如果有三分之一为单位的 垮克的那个电荷的话 从油滴实验室 很容易就检验出来 那历史历代 好像子子电子 就是电荷的单位 所以看来实验室里 没有人知道有所谓的分数垮克 那所以大师工程名就如Geldman 都不敢大声宣称说 这一定是对的 他就利用他的大师身份 我都认为一定可以发表 因为我大师 可是我结尾 我说 这个就当算数学吧 他没有再讲下一步 那究竟为什么 我想现在也 罗生本来问他 他也不会告诉你 他真实的想法 那倒是这个Zweig Zweig其实不是从分类的角度入手的 Zweig是从动力学的角度入手的 所以他坚持了 他说这一定是对的 其实他的一大契机就是刚刚 跟丁有点点像 就是看到刚刚讲的第三个向量阶值 这个Fymesa 它宽度窄 可是质量却比肉重 这个是他的入手点 他说 他也弄出了他的 他说不是三颗有四颗 是因为那时候电子 就轻子的世界已经有四颗 所以他认为有四颗 所以我还是回到狗曼 或者垮克的困局就在于说 从历史历代以来 我们对存在的定义是很直观的 广义的人就是摆在你面前 我看得见摸得着 可是分数电荷的 没看到过 所以才倒转过来 我讲两句 一个是我打出一句没有念的 所以在量子色动力学里面 我们发展出一个概念叫做 夸克禁闭 就是夸克不能真正逃离出 直子或类似的粒子 这个本身有语病 所以才把它推回给一个哲学问题 存在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所以等于是自然界 借着量子色动力学 我们的了解 推广了那个 所以这不纯然是美学的问题 已经接触到一个哲学 跟存在的定义 我讲起这个到底 这个夸克是数学的 还是实质的 刚才侯教授提到说 这个 给我曼从分类的角度 他发现说 直子中子等八个粒子 可以凑成一家族 那这个八呢 是等于三乘三减一 这个有趣的简单的这个算数 八等于三乘三减一 那我想给我曼的确是知道这件事情 不过如果我没错的话 我大概是读到给我曼自己讲的 他是到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时候呢 讲起他这个所谓八政道 就是八个粒子 有几个家族都有八个粒子的这种情况 在演讲他这个发现的时候呢 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位知名的 在曼哈顿原子弹计划有重要贡献的一位理论学家 叫Serber 这Serber是欧本海默的学生 那这个Serber呢就问Gilman 显然很多人不懂这个群论 这是事实 OK 可能Flyman可能也不一定知道这个群论 Serber这个人可是知道群论的 他就对这个Gilman说 他就问他 他说你现在所谈的是 这个八 这个是群论里头的一个叫做群表现的一个数目 就是你看到那个八 这一组的群表现 可是SU3还有另外的群表现 那个叫做基本 Fundamental Representation 基本表现是三 他说那这个三呢 是不是应该占有 应该具有意义 那Gilman起码有讲这件事情 他好像没有明白地讲说 这是他头一次 因为人家的提问 他才想到说这个三可能有意义 或者是怎么样 不过的确是 这个你知道 就是说物理学家在研究的工作里头 常常你有各种各样的互动 那你许多的这个灵感 也许就是人家一句话 也许给Server也不晓得到底是有多当真 就是这样问一句 那也引发Gilman 后来决定把这个点子把它讲得更明确 就写了一篇这个短文 你再讲这个三种夸克就是三的这个三个例子 这么作为一家族 然后你把这样两个家族乘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你可以结合出八 所以你就进入到更深一层的这个 就更基本的这个要素就是三而不是八 八是你两个三的家族结合起来可以结合出来 所以这个显然是Server 其他人也好像也有一点贡献 这个当然跟Spike是完全不同的路数 我只是聊到因为我们在讲历史 有这么一段事情是给我曼自己讲出来的 老师好 我现在在台大念三年级 什么系 生机 生物产业积电工程 好 生机系三年级 同学 然后我想问的就是 刚才说到就是丁先生做了第一个 做一个第一个比较大的实验 在博士后做了QED的验证 那他推翻了原先在Huffle 他们做出来的揭露 那Huffle的结果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能让短时间内都被推翻掉 然后他是不足的部分是哪些 这个我没有去查考 而且可能也不重要 有可能是很不重要 我没有错 因为他毕竟已经不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位置 可是丁先生的实验留下一个位置 就是他证实的这件事情 那他的优势在哪里 那个实验 你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就是他做了验证 那个实验的优势在哪里 优势在哪里 我没有去查考Huffle的那个实验 不过不只是这样 Huffle的实验之后 还有 我没有再往下查考了 据丁先生自己讲 还有一个康乃尔的实验室 支持Huffle的 都是名校 那我不去分析这些实验 除了怎么错 我可以跟你这么猜测 实验你都要测量你的 你的接受率 跟你的所谓的效率 那这些东西都是要点 你如果量错了 却无法诊断自己量错了 你得到错误的结果 也不稀奇 那丁先生的优势 我在那个 介绍丁先生的实验方法 他的 他的 怎么讲 他的实验个性的话 不是讲吗 找有兴趣的题目 然后 非常严谨的设计实验 坚持实验装置 这不只是做出来 对 操作都是符合的 然后坚持那个分析 不出错 就是两组独立的分析 那这个是很磨人的 你问这边 你前面的张教授就知道了 因为在他的手下 大概事情不会轻松愉快 一定是不断抄下去 反过来讲 这个就成为他 在关键点就成为他的优势 或者呢 因着当初他知道 他要去检验这个 哈佛的结果 一切都要做得更好 他的最坏结果 最坏是个夸张语气 最坏结果就是 验证了哈佛的结果 OK 可是如果说 反正说 因着那个算是 替他扬名立完 那个也变成了他的特征 我会这么去看 那个也不是他的第一个实验 我想 我刚才略过了 他自己回溯的话 他毕业之后 1963年 拿一个福特基金会的奖金 去生日待了一两年 多久 我不确认 那他说他那一年 他学了很多 看着别的领导局的人物 做实验的方式等等 那我前面提到过的是说 演讲理提到过说 他很独特的欧洲人脉 也是这样建立的 后来也变成他的优势 所以算回答你的问题 是吧 因为我相信他 不是我相信 我读到的 他想要验证哈佛的实验 为什么跑到欧洲去做 因为美国容不下他 哈佛实验都这样了 Cornel也那个 你说 你才两三年 就想要去检验人家的结果 还要独立拿经费 往后靠去 那还好他有欧洲人脉 那这个人脉也很有趣 因为他1965年决定去 德国Daisy 德国Daisy那个实验室 1964年才建成 那他们如果发现 他们原来就信得过 丁先生的做事方式的话 我想 好吧 我想回答一个问题 希望给我透彻了 怎么样得到优势等等 那 关于丁先生跟QED 量子电动力学 因为让他阳明立万的是 他证实了QED是对的 而推翻了什么哈佛 Cornel的实验 那他跟QED的音源 我这也是读到 他自己讲的 刚才侯教授有讲 他是1956年 从成大大一修学 是不是 然后到Michigan去念书 他到Michigan念书是因为 他爸爸丁关海先生 本人就是Michigan的博士 所以大概也是校友的关系 他就介绍他到Michigan去念书 然后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丁关海送丁肇宗毕业礼物是 两本那时候 旧苏联很有名的 量子电动力学教科书 Taxbook 那丁肇宗那个时候 也是Charm by Feynman 这些大人物 也好像曾经有心要读理论物理 那结果呢 他去找这个Michigan的Ulenbeck 是不是 我都没记错 是跟Ulenbeck Ulenbeck也是一位 从欧洲跑到美国的物理大师 他是提出这个电子自旋 这个概念的人 那Ulenbeck对丁肇宗讲说 这个当然也是非常知名的啦 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 他说他如果下一辈子再来一次 他还要再做实验学家 这个是应该他有讲过这样子的话 不过因为侯教授 想我们今天的话题好像太过technical OK 这个侯教授问说 有没有非物理的这个问题 喂 教授你好 高教授你好 然后侯教授你好 我是台湾大学地理系大一的学生 好 大一地理系大学 其实物理对我而言 其实我觉得对我而言 已经是蛮久远的事情 就是高中在学的 比如说干涉或是人街广谱 然后其实刚刚演讲里面 我唯一看到比较认识的 好像就只有高能强子对撞击吧 其他我很多 几乎都看不太懂 然后Jリ子的发现 我相信对科学工作者而言 是相当重要的 那我想问是 对于可能 对于我们可能 比较没有那么长去接触 这些物理学的人来说 Jリ子的发现 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 从什么角度可以去切入 看丁兆宗 丁先生 以及或许曾经出现在科学舞台上 致力于科学研究的 科学工作者们 谢谢 好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要那么多钱 你要对于社会纳税大众 要怎么说服他们呢 我想那个 我套一句当初的 当然这个是 我这个语气会像是美国 不过美国代表人类 也许快要翻转了 不过我记得当初 这个70年左右吧 那个美国要见 这个费米实验室的时候 好了 详细的语句 我相信高教授一定更清楚了 当初曾经在类似 国会的检验的时候 有可能国防的人问他 他说 有一点点你刚才的问题的类比 他说建这个加速器 对美国有什么好处 他就说 值得建嘛 他说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他说阁下我不能回答你 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只是我知道 我们建了以后 那这个国家才有 值得保卫的东西 我这因为音番中 语意表达不大清楚了 意思就是说 这种基础的科学 我甚至在我的课堂里 叫做人类的高阶的精神文明 当然还是没有完全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我们也不是美国 不过还好 我们讲科学的议题的话 跟美国也没有直接关系 反问来讲 应该说你会跑来 那我不知道在台湾 现在总体的情形 究竟是怎么样 我会认为 不只是所谓 人为万物之灵 人类的特性之一 就是这个好奇心 那事实上是这个好奇心 让我们不断地敲打追问大自然 使得我们人类文明的进展 我通常回答的会是像这样 如果没有量子力学的突破 你没有这个手机在手上 那相同的问题 如果问说放射性有什么用处 电子的发现有什么用处 量子力学的发现 你如果回到当代 这些问题都是同样的 那可是 通常是隔了几十年之后 发展出了它的应用价值 我想还是没有办法 真正回答你的问题 我的着眼点 对不起 在于说这个 5060年代 你如果回溯我所讲的话 人们开始真实地面对 二十世纪初 不只是Rutherford一个人 不过以Rutherford为表率的话 人类看透了原子 看到里面有原子核 我反而问你 人类能够知道原子里面有原子核 它有什么用处呢 你如果回到1900年左右 当然Rutherford 1911年发现 当我已经告诉你 那时候 有知识的物理学家 马上就知道 将来会有原子弹 OK 可是跟一般人讲 没有一般的正常人 不会有反应 那可是 人类打开原子 进入原子核以后 发现两个人类 从来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两种核作用力 强作用跟弱作用 那你说弱作用 事实上 1897年放射性就发现了 可是是我们 对原子核 弱作用的抽丝剥茧 我们才发现 太阳放光 为什么 对原子核反应 强作用 我们才发现 太阳为什么会放光 就是核反应 那你绝对不要小看了 太阳已经到现在 50亿岁了 OK 我如果把那个弱作用 调一下 太阳可能 一亿年就死掉了 那你我就不会 做在这里 认知这件事情 那我们认知这件事情 有没有用处呢 那你不觉得 我们认知这个事情 本身很厉害吗 我觉得人的特性 我们竟然认知 然后坐在这里 讨论 然后你可以问我 那个问题 我那边写的小字 太阳放光 这么久 地热存在到现在 跟那个弱作用有关 它有什么用处呢 不是借着问用处 而是好奇心 抽丝剥茧 得到了答案 人类的知识扩展 那回到你真实的 这不就是说 特特的问题的话 Jay Psy的发现 人类从50年代开始 很认真地探讨强作用 很认真地探讨弱作用 发展的理论可是 莫中一世 乱七八糟 我说的纯魔乱舞 那是借着Jay Psy的发现 能够怎么讲 那个波云见日 从原来的一片迷蒙 找到什么是对的方向 结合起来 变成我们现在的 粒子物理标准模型 那么粒子物理标准模型 究竟有什么用 我前面已经努力回答了 不过借着 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发展 同步地随着宇宙论的发展 我们对宇宙 一直可以回推到 时的复报多少秒 那这一种认知 人类眼界的扩大 我还是讲 这个是无价的 无法以金钱来衡量 回到那一位 Volson回答 也许是美国国防部长 就这么假设吧 人类有这一种 精神文明的扩展 才提升了 我们真实的价值 教授您好 我不是学物理这个领域 然后就是只是想 针对您刚刚就是介绍 那个J粒子发现过程的一些内容 可以就是请您再进一步的 就是不知道可以再解释一下 就是我想要问的是 那个丁兆宗先生 发现J粒子的时候 有一个很特别的双臂侦测器 那这部分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说 透过调整它的频率 还有一些相关的参数 可以改变就是它那个peak的 就是peak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就是可以去证实说 J粒子是可能是有存在 这个这样子位置 位置的粒子存在 然后我的问题是想问说 就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J粒子是就是符合 就是它是跟所有以前古典物理的 那个量子力学原理 是像符合它所有的原理 像是一些可以同时 侦测它的能量 还有它存在的位置 就是透过这样的双臂仪器 都可以去做解释 就是不会有违背 谢谢 在侯教授回答之前 我可不可以请问 我很理解你不是物理学家 可是你的科学背景 是到什么地步呢 是你大学是念理工科系吗 我现在是那个 就是医学院的 台大医学院的研究生 OK 所以其实已经算有起码 你是普通物理修过的嘛 对不对 因为医学院研究生 对不对 就是不太好意思问是因为 没有关系 我们是任何问题 不是有很深入的这种物理的情形 够深入的 已经够深入 因为刚才那个地理系大一学生说 他离开物理很久 让我有点压抑 你才不是刚才大一 才这个高中物理才念过 说离开物理很久 好 侯教授怎么回答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量子力学 任何的破绽 所以丁先生的实验也不例外 所以我不大清楚 你最后再问的是什么 可不可以再说明一点 你是问量子物理的问题吗 还是丁先生测量的问题 我是想问他 透过这个双臂仪器测量 这个测量到一个未知的例子 就是推测出可能有一个J粒子存在 那这样子的J粒子 是不是就是跟以前古典物理的 这个量子力学 就是它符合这些量子力学的理论 所以可以就是透过这样的双臂仪器做侦测 可以同时侦测它 因为它有向量 就是它是刚刚教授有提到 有一个向量介质这个粒子存在 所以它是不是就是可以同时侦测到它的位置 还有其他的一些能量 还是这样的问题 我想问题就是说这双臂实验到底是测量什么东西 而测量的结果如何转换成你所看见这个图形 我想你背后有点也许困惑的是测不准原理本身 这边我们已经用了测不准原理的现象了 不过回到你问双臂实验的话 那个双臂的理由是因为你要侦测正负电子队 你要量到电子 你要量到正电子 所以要两个倍 一个是通过测量电子 一个是量到正电子 那我如果重复刚刚很快地提过的话 你要量它的能量 动量 确定它是电子 确定它是正电子 那你看到那个测量不是单一的仪器 很多很多元件 它就是测量这些 那整个过程当中量子力学就在背后了 所以没有任何的违反 那我们讲的它的能量的分布啊 那个宽度啊等等 都是跟量子力学符合的观念 只是那个双臂实验 重点为什么双臂 就是因为它针对的 其实丁先生大概医生的长处就是 测量粒子反粒子对了 那所以有两个双倍 那当中没有 所以不是说它 那个同时可以测量它的位置 跟什么时间等等 它就在量它的能量动量 确认它是正电子或电子 然后把这两个粒子的性质 加在一起量这个背后的质量是什么 就这样而已 那你有兴趣等一下 我可以再跟你解释 或者你的书中也许有多讲一点 我的书也不是针对丁先生 这种原因是有很多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我想我也不记得了 这个我是那时候 莫连巴掌写了一堆 可是大概没有正中 总之啊重点是 有某一个例子 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性质 可是它可以衰变成正负电子队 你透过测量 它这个衰变的最后的产物 就正负电子队 回過頭去推原先這個粒子有多重 它有多大的生命期等等這些基本性質 而結果是他們發現 未知的這個粒子是一個嶄新的一個粒子 以前沒有碰過的粒子 沒有看過的粒子 而這個粒子 你如果給予適當的詮釋 它意涵著一個新的垮克的存在 所以這個是它的實驗的震撼之處 就是它我們常常講說 就是它發現了新垮克 其實它不是直接找到垮克 它是看到這個垮克跟反垮克的組成的一個粒子 而這個粒子的衰變 會有一個產物是正負電子隊 而你去測量正負電子隊 回過頭去推算原來的粒子的性質 好 那今天的演講就到此結束 是不是大家再用掌聲 謝謝侯教授今天給我們介紹 我會見到這裏 可以 我會見到這裏